在立委陈柏惟确定遭到罢免之后 现在台中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这一站 蓝绿两阵营都不敢大意 因为我们来看到的是总统蔡英文 他已经宣示了要把中二选区赢回来 他昨天的发言他是说 3Q案通过民进党感到很遗憾 因为有人想要继续推动罢免来扰乱台湾 这个时候民进党就应该挺身而出 来阻止这些乱象 所以现在确定的是 在中二选区这一站 民进党将会由蔡英文亲自来征召人选出马 而其实接下来很可能被罢免的人选 他就是林长佐 林长佐昨天在一场直播当中 是邀请到黄杰跟他一块来直播 林长佐他也回应 他说其实在周一的时候 他就已经跟陈柏惟见面了 好 两个人一见面就哭了 陈柏惟当时还说 真的有种被欺负的感觉 林长佐转述 他说自己听了之后感到很心酸 这个时候在他旁边的黄杰也搭话了 黄杰也认为这回罢免方 是用所谓小人的方式来对付君子 那么君子到底该怎么防呢 不过其实现在接下来在中二选区的立委补选 蓝绿到底要推出什么人选出马来角逐呢 现在呼声很高的是这一位 前民进党立委林静怡 因为传出包含了总统府资政国策顾问 还有行政院顾问都联名推荐他 但是林静怡他之前曾经说过 如果想要在中二选区 选举的话是要穿上防弹背心的 当然此话一出就是暗示 这个地方的治安很差 因此要是林世锋他就感叹了 中二选区还真可怜 而且也有网友问问 你的防弹背心买好了吗 另外民进党还有另外一位 很可能出马角逐的人选 就是隶属于政国会系统的张家安 他是现任的台中市议员 他多次在市议会当中火辣直询卢秀燕 因此他现在他的说法是 只要党征召的话 他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将会全力以赴 好在蓝军这方面的人选 可能会是谁呢 原本呼声很高的严宽恒 现在传出啊 其实他们的态度有一些松动了 因为严家的说法是 在中二选区这一战 其实不一定要严家的人 出来角逐 当然其实后续蓝绿两阵营 到底会推出什么人选出马角逐呢 还值得大家来关注 当然现在大家也想要问 其实好像关注的焦点 都到了这个罢免陈博威身上 但是高雄的城中城大火 造成46条人命 这件事情还有人记得吗 高雄市市政府在昨天已经公布了 包含了公务局还有消防局 这两位局长都已经请辞获准 立刻引发国民党立院党团的质疑 他们说高雄市市长陈其迈 好 这一招根本是在弃居宝帅 断尾求生 14号凌晨2点多 高雄城中城1到6楼全面燃烧 造成46人死亡残聚 也是高雄史上最严重活经刺伤 过了将近两个礼拜 27号新闻局传简单讯息 没有记者会宣布公务消防 两位局长请辞获准 市议会国民党党团质疑 这种人背黑锅 没有不责 没有预算 他要用两位局长的下台 就要弃居宝帅 断尾求生 兰一议员也质疑高雄市长陈其迈 多次说不逃避责任 但却是有多年行政资历的 公务局长消防局长请辞获准 这算是弃居宝帅吗 我们要呼吁陈其迈市长 你要负起你该有了政治责任 立即下台 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集体的请辞 然后为留这样的戏码 你们都不会演 国民党党团也不满 陈忠诚上款上万笔 金额超过两亿六千万元 46位罹难者 未问及每人四百万 但是否难道不用负责吗 陈其迈市长 你负了什么责任 不要用善款来谢责 要求陈其迈请辞下台 否则将杯葛年底预算 国民党党团了解 除了两位局长 行政调查小组 报告29号将完成 相关业务人员行政责任 也将一起离清 给罹难者和家属一个交代 记得参访宣网说高雄的 总统蔡英文已经下达动员令了 年底的四大公投 现在变成蓝绿对决 当然也提前引爆2022 跟2024年的选举前哨战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大酸根本是双标 因为当年蔡英文 对藻礁也是信誓旦旦说 要保护 柯文哲直言 不要期待每一位台湾人民 都得了失忆症 我们一起从城市出发 一起迈向台湾勇士的美好未来 柯文哲郑文哲又同框 是不是中间隔了一个人 只看到柯文哲板着一张脸 这个勇续城市调查 奖项大合照 还真是超尴尬 台上台下两人零互动 但是这两位被视为2024热门人选 说到年底四大公投演变成蓝绿对决 柯文哲精神都来了 当年也是一样 信誓旦旦说要保护藻礁 现在又说要把它破坏掉 所以常常是这样 也不是我们在批评你双标 就是说政策当然可以改变 可是你要出来说明 为什么你要改变 你的理由是什么 而不是假装 而不是你期待台湾人民 每一个都是失忆症 健忘 贺文哲大酸总统蔡英文跳票 郑文燦赶紧出面缓家灭火 负责任的执政 当然是要在各种价值当中 取得一个平衡点 年底四大公投 再先蓝绿对决 白要如何应战 再备受瞩目 记者年成轩 邓志远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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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